宗徒大事录第二章 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一处。 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 好像暴风刮来, 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 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 停留在他们美人头上。 众人都充满了圣神, 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 说起外方话了。 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 这声音一响, 就聚来了许多人, 都仓皇失措, 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 他们惊讶奇怪地说, 看,这些说话的, 不都是加里内亚人吗? 怎么我们美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 我们中有帕提亚人, 马代人, 厄兰人, 和居住在美索布达米亚, 犹太, 及卡帕多西亚, 本都并亚西亚, 弗里基亚和庞菲利亚, 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 以及乔基的罗马人, 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 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 讲论天主的歧视呢? 众人都惊讶犹豫, 彼此说, 这是什么事? 另有些人却讥笑说, 他们喝醉了酒。 伯多禄就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 高声向他们说, 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请你们留意, 侧耳静听我的话。 这些人并不像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 因为才是白天第三时辰, 反而这是借约阿尔先知所预言的。 到末日, 天主说, 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 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 青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看梦境, 甚至在那些日子里, 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 我也要倾注我的神, 他们要讲预言。 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 在下地显示征兆, 血, 火和烟气, 在上主的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 太阳要变成昏暗, 月亮要变成血红, 将来反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 诸位以色列人, 请听这些话。 纳扎列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征兆, 即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 一如你们所知道的, 给你们证明了的人。 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 被交付了。 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 定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 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 使他复活了, 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 因为达位指着他说, 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 我绝不动摇, 因他在我右边。 因此我心欢乐, 我的舌愉快, 连我的肉身也要安息于希望中。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 遗弃在阴府,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 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 诸位人员弟兄, 容我坦白对你们讲论, 圣祖达位的是吧? 他死了, 也埋葬了。 他的坟墓直到今天 还在我们这里。 他既是先知, 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词 对他起了誓, 要从他的子寺中立一位 来做他的玉座。 他既遇见了 就论起墨西亚的复活说, 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 他的肉身也没有见到腐朽。 这位耶稣, 天主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 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 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 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 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 达位本来没有升到天上, 但是他却说, 上主对吴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变作你脚的踏板。 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 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 立为主, 立为墨西亚了。 他们一听见这些话, 就心中刺痛, 所以向伯多禄和其他宗徒说, 诸位人人弟兄, 我们该做什么? 伯多禄便对他们说, 你们悔改吧! 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 好赦免你们的罪过, 并领受圣神的恩惠。 因为这恩许, 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 以及一切远方的人, 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照教的。 他还讲了很多别的作证的话, 并劝他们说, 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世代。 于是, 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喜, 在那一天约增添了三千人, 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会, 时常团聚, 掰饼, 祈祷。 因为宗徒显了许多奇迹异事, 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 凡信了的人, 常奇迹一处, 一切所有皆归功用。 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 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 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 也挨护掰饼, 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 他们常赞颂天主, 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 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 今天我们用这个第一种行为戒 Initiative。 我们使用使用机会优惠YK Ob istgär pillapi, 但在开山后就让其他人可以修罕。 这个 Perquè民选会有多 seu的颗披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